反正台湾也是冷嗖嗖的天气 高雄气温溜滑梯 天气冷 大辽区间车行 半扇自动玻璃门 瞬间碎裂吓坏了店家 影片泡上网之后 有网友发现 当时刚好有车辆经过 怀疑可能是被弹起来的小石头 打到造成了碎裂 不过物理老师表示 可能是玻璃本身就有裂痕 加上车子经过 以及温度骤降 才会酿成破裂 车子开过去 一瞬间半扇玻璃门 从顶端碎裂 往地上砸下去 碎成一块一块 大小不一满地都是 隔天一早老板来看 吓都吓坏了 早餐来吓一跳 纯粹玻璃散了一地而已 那也没有所谓的可疑物 一开始还以为被人砸电 但仔细一瞧没有外力介入 在看监视器 发现竟然是门自己破掉 就是这种天气热上冷缩 玻璃爆破 就我们家前几天地砖爆裂一样 这个砖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 所以今年第一次破掉 对 随着入冬最强寒流报道 高雄从两天前开始 气温一路六滑梯 玻璃门之时突然碎裂 不免令人联想 和气温骤降有关 不过有网友看了监视器 认为当时正好有车经过 恐怕是被弹起的石头砸到 才会破损 面对玻璃门窗战 面对气温走降民众恐怕担心 家中若有玻璃门窗该如何防范 专家这样说 玻璃门窗尽量不要敲击 本身有裂痕加上内外温差大 恐怕产生破损 正回玻璃门碎裂 幸好是在凌晨 否则量成意外 不急人车 不堪设想 记者梁建伟客程号 高雄采访报道